学佛人一生当中心智的发展最重要 因为人与环境的接触啊 靠的就是你心理智慧的成熟和平衡 比方说你想不通的时候 你想像我有观世音菩萨会保佑 你在家里不能想通的时候 你要想到过几天或者过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可能我就给他化解矛盾和烦恼了 所以任何人的心态一定要保持一种平衡心 人现在身体很成熟 但是会命却没有成长 因为他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没有用智慧来解决 就像很多人讲话只顾自己 都不看别人愿意不愿意听一样 学佛人要认清佛法的本性 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是很平衡的 因为种下的因它一定会得到果报 种善因会得到别人对你的善报 如果你跟别人中恶因 那么你一定会得到恶果 这就叫天律呀 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而发脾气 不要因为别人的业障 而让自己产生妄想 烦恼恼障和执着下 所以在人间 一切外境和表象 很容易让我们一失智慧 学佛人一定要懂因果 你才能见佛发光 闻道异乡啊 在人间 既然已经到了人间 就是称为烦恼道 一切都要学会随缘 不动心 心中的恶业和恶缘 犹如千年暗示 用佛灯一照 它就会破 所以真诚的忏悔 消除业障 才会产生无量无边的功德 有的人问台长 我怎么样拥有更多的功德呢 台长告诉大家 要想有功德 就要先消除业障 消除业障 就是拥有功德 所以一念称兴起 百万丈门开 一把无名火 功德尽成灰 我们只有懂因果 才能处六道 我们只有知佛法 才能得解脱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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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